还有一个是这一个默认参数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默认参数 等一下再来看那个按钮 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06默认参数 默认参数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处理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 Y等于KX加B 我们就把它给去掉 把它给去掉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刚刚去实现这一个需求的时候 我们会发生一个疑问 这个地方我们留下两个部分 这个地方我们是K与B发生的改变 后面都给它去掉 这一个我们也给它去掉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前面这一个 这一个当K与B发生改变的时候 结果我前面的一个内容被重写了 就是当K与B 当刚刚的一个K与B发生改变之后 之后之前使用之前的代码 之前的代码需要添加参数 新的参数 新的参数才能进行一个实现 那么我就想有没有办法能够实现我们的一个需求 也就是在我不传递一个参数的时候 在我不去修改旧的一个代码的情况下 它能兼容我两套代码 也就是前面这一套代码 我们能够正常的一个运行 下面这一套代码的话 我们也能够正常的一个运行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设置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的一个默认参数 默认参数的话 我们可以给一个K等于一个5 B等于一个6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默认参数 默认参数的话是在定义函数的时候去添加默认参数 默认参数的话是在定义函数的时候 定义函数的时候 时候给参数设置默认参数 默认参数 这一个默认参数的话 我们设置的是一个5 设置的是一个6 默认参数它的一个作用的话 就是当我们没有传递参数的时候 当函数在调用的时候 没有传递参数 就会使用默认参数 如果传递的参数 就会覆盖掉默认参数 默认参数 这就是我们默认参数的一个作用 默认参数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效果的话 其实还是挺好的 像在这里面我们去调用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传入567 对吧 如果我们只传入567的话 那么这一个的话 它会直接使用我们前面的这些默认参数就好了 这个地方直接是默认的 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这一个函数去传递的这一个参数 比如说我传递了一个6与7 对吧 我还可以去传递一个6 我传递一个6的话 那么它是以我们的一个位置参数去进行传递的 当然这一个6的话 你也可以用关键字参数去进行传递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K K的话等于一个6 那么我们还可以 或者我们可以指定一个B等于一个6 其他的一个我们不去进行一个传递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这个的话对应的就是我们之前去学的那一个位置参数 用我们的一个关键字参数吧 如果传递了参数 我们就会去接收这一个 如果没有传递的话 我们就使用默认的这一个参数 关于默认参数的话 我们用的其实是非常的多 比如说我们前面那个位置open 我们就有过对不对 位置open我们就直接打过打印过 比如说我们直接给一个fear fear的话 我们其实是没有去进行传递的 我们直接传递的是一个文件的名字 那么它直接 它直接默认的话 就会传递给了一个fear 像我们这一个print的话 其实也是 像后面之前我们在用的过程中 我们有指定它的一个sep 对吧 也可以指定它的一个n的 或者我直接指定它的一个n的 不去指定它的一个sep 也是可以的 这个的话说我们这一个参数 去进行一个传递的一个关键字参数 以及默认参数 在这里面的话 arg等于文入器 arg等于文入器是不行的 这个地方 那个的话说我们下面下一个知识点 下一个知识点还没有讲到我们的一个 新arg和新兴k货值这一个还在默认观 默认参数这个地方 然后关于我们的一个位置参数 位置参数 关键字参数 以及我们的一个默认参数 这个地方能够区分吗 这个地方 应该不会搞混吧 我们的一个位置参数 与关键字参数的话 它是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传参用的 这一个的话 位置参数 与关键字参数 参数 是调用函数 函数 是传参 适用的 适用的 我们的一个默认参数 默认参数的话 是我们在定义函数的时候 函数的时候 给参数 设置默认识 其实还有一个 是我们的一个新ux 这个地方好多同学都在说了 但是我暂时没有讲到这一个内容 还有我们的一个新型keywords 这个的话 是我们函数接收 位置参数的一个参数 参数 这一个是我们下一个知识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